好, 屬蛇的朋友又如何呢? 屬蛇的朋友桃花運穩定地增強 因緣降臨會遇到一見鍾情的對象 想擺脫單身, 要把握機會 記住跟男神約會的時候 塗上一個迎春摺桃花的唇妝 用這個Color Combos的唇膏 鷹就沒有走雞了 一邊就是鐵薄顯色唇膏 另外一邊就是鮮亮亮的Gloss 裡面還有三種精華油 用了它夠亮雜米人 好, 輪到屬馬的朋友了 屬馬的朋友時來運動 只要跟著清晰的方向走 祝每一個機會就能夠實踐你的理想 而取勝之道就是不要計較負窗 實思求是 自然得到人的器重和欣賞 會有更多元化的發展 而眉毛對整體的形象很重要 乾淨整齊的眉毛 會令到面容精神溢液 那我就會介紹這個 B by Vanilla的眉筆 它三個型的筆嘴設計 撥那邊可以畫眉頭 尖那邊可以畫眉尾 初學者都非常容易用 而且超防水防漢 包括不怕得中 嗯, 唐眉漂亮 尺寸, 運自然順利 談到熟雞的朋友了 熟雞的朋友精神狀態差 頭腦不清晰 頭脂很容易出錯 千萬不要點一些不熟悉的項目 財運差 可以靠一些金色的物品 自然改善財運 那指甲油又行嗎 當然行 那我就會介紹大家 塗這個Purpa的金色指甲油 因為它含有珍珠亮粉 塗上手, 光線自射下來 就會有純金的效果 那就保證舊勢華麗脫續了 金色的物品可以帶來財運 塗在手指甲上 財運自然跟著你 對 那熟喉的朋友又怎樣呢 熟喉的朋友氣場終於回穩 但會停留在瓶頸的位置 沒什麼突破的機會 小心呼吸系統很容易有細菌入侵 然後肺部感染咳過不停 要做足預防流感的措施 健康運測, 要趕走暗眼的面容 底妝很重要 底妝方面 就可以用這隻Banilakko的妝前底箱 它幼滑而推 保證可以修飾毛孔 全日的妝容都足夠持久潔伏 全日健康樣 經常這麼精神 自然好運到